公元前221年 它终结了战国时代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 变定了中华版图的基本格局 更创立了一套 影响东亚2000年之久的 社会治理体系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 最具争议的皇帝 在人们的心目中 他是一位贪婪无情的暴君 他帝奏的那个时代是灰暗的 果真如此吗 一座陵墓将秦始皇 以及那个时代 深深地隐藏在厚厚的皇土下 但他的治国里面 以及所开创的法治文明 却对中国古代社会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千百年来 人们从未停下 对秦始皇以及秦文明的探索 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 究竟隐藏了多少 破解历史谜题的线索呢 十年的秦陵考古经历 但我有幸成为 最靠近那段历史记忆的人 希望能通过 对这些考古资料的解读 为你揭开 蕴藏在秦陵地下的 一个一个的历史谜团 告诉你一个 更捷径于历史真相的秦始皇帝 2000年7月 秦陵考古队 在发掘秦陵风土西南角的 一座陪葬坑时 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而这个发现 也解开了困扰他们很久的疑问 秦陵陪葬坑里 终于发现了新的陶勇类型 这些陶勇身上没有铠甲 而头上都带着标记着 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长板冠 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 他们所在的陪葬坑 为何离风土如此之近 他们的发现 又揭示了秦始皇帝陵园的 哪些设计理念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秦陵陈锋的帝国 第十三集 文官勇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 发现编马勇以后 考古工作者呢 在秦始皇帝的陵园的里边和外边 录中细细都发现了一些陪葬坑 个别的陪葬坑呢 也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视觉 一直到上世纪末 这些陪葬坑的内容 除了兵马勇 养马勇之外 再也没发现其他类型的陶羽 难道给秦始皇陪葬的 除了军人和养马人以外 就没有其他类别的陶羽吗 另外 还有一个现象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就是在这些陪葬坑的里边 除了会埋葬陶羽之外 一般情况下 还会埋葬一些陶马 或者是真马 大家都习惯把这些陪葬坑 称之为马就坑 虽然呢 自秦人登上历史舞台开始 一步一步的发展 就是靠高超的羊马 和御马的技术 来取悦于下人 商人和周人 从而获得生存空间 而一步一步强大起来的 可是呢既是如此 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算秦人再怎么喜欢马 但也不至于对马痴迷到 在灵岩的内外 到处都设置马就坑的这种程度吧 换句话说 这些陪葬坑都是马就坑吗 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 上个世纪末以来 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 除了发现兵马俑 羊马俑之外 再也没有发现其他类型的陶俑 难道给秦始皇陪葬的 除了军人和羊马人 就没有其他类别的陶俑 一直困扰时任 秦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的疑问 在2000年7月找到了解决线索 秦陵考古队在秦陵风土西南角 发现了一座陪葬坑 这个坑里出土的文物 成为当时的重大发现 这个坑是2000年我们勘探 然后童年进行发掘的 从开始发现勘探到发掘 一层一层往下接 到陶俑开始出现 到一些马骨出现 其实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 没有特别的一些惊喜 因为它是我们钻探时候 已经知道的 下面会有马骨头 也会有陶俑 只不过是 这12件陶俑全部都露了头以后 这个现象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 为什么呢 我们过去根据这个现象 都把这些陪葬坑定位为马鳩坑 那就是羊马的坑 但是羊马的坑呢 过去我们发现过 就是由社会的低层人士 来担任羊马人 在这个地方进行羊马 但这个坑呢 有12个 这12个陶俑呢 全部是带着这种长板冠 长板冠呢 按照秦汉时期的爵位呢 身份至少是八级爵 八级爵呢 就属于上爵 那我们就觉得 由12间有八级爵位的人来羊马 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坑 它到的是什么坑呢 如果这12尊陶俑的身份 不是羊马人 那他们又是什么身份呢 从出土陶俑的衣着和乙态 都可以判断出 这些陶俑不是武将 更像是文职官员 但是考古讲究证据 该怎么进一步判断他们的身份呢 我们是七月份开始发掘的 国庆前呢 基本上将赔仓坑中的遗存现象 就揭示出来了 这在赔仓坑的前半部分 出土了12尊远大的陶俑 后半部分呢 发现了20匹马骨 这些马是被杀死之后 抬进坑里边 架在一个木架子上面埋葬的 和我们想象不同的是 这些陶俑所构成的群体形象 与我们之前所发现的 兵马俑有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呢 这12件陶俑身上 穿的都是长茹长裤 这一点呢 倒是和兵马俑有些相似 但是呢 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 这些陶俑中没有一个是 身着铠甲的 他们全部头戴 标志着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长板观 过去我们讲出土的这些陶俑 马骨或者陶马的陪葬坑 一般都会当作马俑坑来看待 但这一组12件陶俑 全部头戴长板观的形象 和秦始皇帝陵园 东侧上郊村 马俑坑出土的 御人俑形象 完全不一样 那些御人俑 是贵作的 没有观 身旁那些道具 也显示出来 他们是饲养员 而这个坑里边 所有陶俑都头戴长板观 显然他们不是饲养员 那么把这些陶俑 当作养马人 把这个坑 当作马俑坑看待 显然是不对的 另外 从他们的动作神情上看 也跟逼马俑不同 这些陶俑有两种姿势 一种呢 是两手拢在袖子里边 我们叫他袖手勇 一种是双手前身 我们叫他御手勇 既然这些陶俑 和兵马俑不太一样 那他们的身份 究竟是什么呢 你想啊 秦始皇是什么人 能给他来陪葬 那么这些人的身份呢 应该也不会跌到哪里去 确实呢 不管是从这个陪葬坑 和皇帝灵物的 位置关系上来看 还是从这些陶俑的身上的穿着来看 他们的身份的确不低 应该是朝廷的官员 既然是官员 那就简单多了 虽然朝廷上上下有那么多的官员 可是要争论起来 也不过就是文臣武将两类罢了 既然这些陶俑不是航武人员 那应该就是文质官员了 无论是从出土陶俑的衣着还是仪态 都可以判断出 这些陶俑不是军事人员 更像是文官 尤其是陶俑大多带着长板罐 而这一装束 在秦汉时期是位居高职的 文职官员的标准装饰 细心的考古工作者 在陶俑身上又发现了两件小小的装饰品 而这两件装饰品 让考古工作者得出了他们是高级文官的结论 为什么仅凭这两件装饰品 就可以确认他们的身份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秦陵 陈锋的帝国 第十三集 文官勇 能够确认这些陶俑的身份是高级文官 是因为我们在这些陶俑身上 还发现了两件装饰物 八件袖手有的腰上 全部配挂有陶销和底石这两种文具 在此之前 还没有发现秦在陶俑身上 配挂有陶销和底石的先例 通过这两个小小的器具 就可以使我们断定 这些陶俑的身份是文官无疑 这可能是最早的国家公务员的形象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这是因为在纸张发明以前 我们古代最常用的书写材料是简读 目前发现最早的竹简 是在战国早期曾侯以墓中出土的 也就是说 战国早期已经开始使用足简了 秦人经常使用的应该也是简读 特殊情况下才会用到丝绸 用简读来写东西 立不开毛笔 书刀 底石这三种文具 这些陪荡坑出土了八件陶俑 他们腰带上悬挂着一件 插在刀鞘里边的还手销 就是书刀 书刀是在简读上 不小心写错字的时候用的 哪是写错了 用书刀轻轻地一刮 就和我们今天用的橡皮一样 所以经常写字的人 一般都会带一把书刀挂在腰上 随时备用 确定了这个东西是书刀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它旁边的这件装饰品 是做什么用的 它和书刀一起 是挂在陶俑的腰带上 看起来应该是个装东西的袋子 从它呈长条状的形状来看 里边装的应该是一个扁平的条状物 还有什么样长条的东西 要和销一起来用吗 你别说 还真有就是底石 通俗一点来讲 就是磨刀石 就是在书写的时候 用刀来刮 这刀用盾的时候呢 在这个磨刀石上磨一磨 马上就可以使得刀变得锋利起来 除了带有陶销 和底石之外呢 这些袖手勇的左臂和胸裏之间 还有一个拓圆形的斜孔 虽然呢 发掘的时候 在斜孔附近并没有发现什么遗物 但是呢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 这些斜孔呢 应该是用来擦持剪毒用的 仔细看看这些文官勇的样貌神态 不得不再次感叹 打造他们的匠人们记忆的精湛 这些面容恭敬祥和的陶永 可以说代表着秦代国家公务员的形象 让人们对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 又多了一个鲜活的想象 岁虎帝秦木竹简呢 是1975年在湖北云木岁虎帝秦木中出土的 其中呢就有这么一段话 不必洗礼 资二甲 废 意思是说 下级的官员在听长官命令的时候 如果不站起来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还会被撤职永远不再录用 事情虽小 但却不是可以落着玩的 这是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大事 也会影响到家庭的命运 恐怕没有人会明知故犯一身事法吧 我们再看这八尊袖手勇 站得这么恭敬 可不就是整装在杠 静候长官的到来 并随时记录领导训事的一群文官吗 他们胳膊下夹着剪毒 腰上挂着书刀抵食 长官一有吩咐 就及时地记录下来 然后分头去办理 所以六号陪荡坑中 除了四件御寿俑之外 其他八件陶俑都是文官 他们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作 起着上乘下达的作用 秦始皇帝陵远 K0006号陪葬坑出土的陶俑 经过层层推断和考证 文官的身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当年秦始皇不但创建了统一的秦帝国 又构建完成了影响后世的三宫九卿制度 那在秦带的官府机构之中 K0006号陪葬坑中发现的这些陶俑 究竟代表哪个机构又是谁的属下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秦陵 陈锋的帝国 第十三集 文官勇 除了这些陶俑之外 立后坑还出土了 单元木车 青铜月等等 月是一种青铜制的兵器 像斧头 但是个头比斧头要大 是一种杀伐性质的象征性兵器 从元社会的末期开始 月就成了地位和强权的象征 到了商周时期 它更成了军队指挥权和国家政权的象征 除此之外呢 月还是一种刑具 用于杀头和腰斩 这个陪葬坑一共出土了四把同月 出土同月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出同月的地方多了 但巧合的是 我们正好在其中四件袖手涌的袖部 发现了垂直的长黄熊小孔 而这些孔的大小 和留在这四把青铜月上 绑月的木柄痕迹的大小相近 这应该不仅仅是巧合 所以我们推测 这些油柄的青铜月 是可以插持在这些袖手涌的手中的 这样的话 秀不由孔的秀不受勇 其实就是持跃者 秦始皇帝陵园K0006号陪葬坑出土的 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器物表明 这些陶永的身份不只是简单的文职人员 很可能代表了秦中央政府司法机构的工作人员 那么秦朝有哪些机构具有司法功能 这些陶永的官职究竟是什么呢 秦始皇构建完成中央集权军先制的体制之后 在中央政府的层面 大致来说就是三公九卿 三公就是指统领百官的丞相 管理全国军务 但其实并没有实施兵权的太尉 以及负责管理作章 监察百官的御师大夫 这三个人之间是平级关系 互不离属 他们都直接听命于皇帝 他们手底下含有九卿 其实就是中央政府中的各个办事机构 包括奉长 庭卫 智苏瑞士 卫卫 郎中令 宗正等等 既然秦中央政府中有这么多的机构和官员 那在六号坑中发现的这些陶永 究竟是什么性质呢 在中央政府机构的三公九卿中 一共有四个机构和强权的性质有关 一个是负责全国最高军事活动的长官太尉 一个是三公九卿中负责皇宫警卫的魏魏 一个是负责皇帝晋卫的郎中令 另外一个是负责司法与监狱的庭位 在三公九卿之外 还有负责京城之安的中卫 也涉及到强权的性质 虽然说一共有五个机构都具有强权性质 但我们看他们的职责 除了庭位之外 其他四个 什么皇宫警卫 京城之安 都是纯军事性质的 而陪葬坑中的这十二件陶勇 没有一尊的身份是属于军事性质的 尤其是这八尊秀术文官勇 四字文文 所以呢 这应该是一个有文职人员主导的 具有强权性质的政府机构 那么在三公九卿中 唯有庭位的职权 和陪葬坑的总体状况相温和 综合以上的种种因素 我们分析 绿化坑应该是秦帝国中央政府 三公九卿中庭位的官署机构 在地下的模拟反应 其中呢 在小乡房里边站的这个 带着长板罐的陶勇 他的身份最高 应该是这个机构的长使 也就是幕僚长 秘书长 而廷位本人 理论上不应该在这里 根据出土陶勇的细节 再结合史料的记载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 这个陪葬坑的陶勇 所代表的官署机构 是当时的廷位 那么廷位在秦朝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行使哪些职权 这些文官陶勇所在的陪葬坑 离秦陵风土非常近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既然这个陪葬坑代表的 很可能是廷位这一官署 那么在秦帝国 廷位是做什么的呢 廷位这个职位名称 是从秦开始的 但其实 主掌刑法的官职 在中国很早就有了 而且呢 各朝各的的教法 也不完全相同 早在姚舜宇的时期 主管司法的官吏 称之为氏 在商周的时候呢 称之为司寇 到了秦变成廷位 再到后来 还有大理等等称谓 一直到今天呢 最高检最高法 虽然名字变了 但职责其实差不多 都是要保证司法公正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司法机构 来主持公道了 我们已经提到 廷位主掌天下的刑御 那具体都包括些什么呢 最基本的就是制定 修改法律的条文 管理全国阁界的监狱 受理地方郡国一级的案件 有时候呢 还要派人去地方上 处理某些重要的案件 除此之外 廷位还有权逮捕 囚禁和审判那些 有罪的王公大臣 这都不算什么 最为重要的 廷位能够参与朝政 朝廷内外所有重大问题的讨论 都可以参加 而且不只是参加 甚至可以影响皇帝的决定 所以呢 在秦代 廷位虽然和太普等同为九卿 但是呢 在政上的作用 要远远大于其他住卿 比如呢 统一的那一年 李斯身为廷位 就可以和丞相王婉 于是大夫冯杰 一起给皇帝上尊号 后来 还在朝廷上 当众驳斥 王婉分封皇子的建议 并且得到秦始皇的支持 李斯还提出了 焚书的建议 也得到秦始皇的首肯 要知道王婉是丞相 位列三公 百官之长 而李斯只是一个廷位 竟敢如此一下犯上 由此可见 廷位在当时 秦中央政府中的地位 恐怕并不比三公低多少 而且李斯本人 也是深受秦始皇器重和信任的 种种证据表明 出土文官永的 K0006号陪葬坑 应该代表着 李斯领导的廷位机构 而这些陶勇 应该就代表着 李斯手下的那些官员 那么当时的廷位 下设哪些官职 这些文官陶勇们 都代表着哪些官员 秦在廷位的署馆 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 但西汉我们很清楚 汉城秦治 那秦与西汉 理论上应该来讲 相差不会太大 西汉的时候 廷位正是紧粹廷位的官职 他的职责主要是决疑欲 和廷位讨论案情 他的意见非常重要 可以直接影响廷位的决定 廷位正手下 有廷位坐监和廷位右监 他们主要的职责呢 是执行逮捕任务 再往下就是廷位平 他的职责是辅作平位 决一案 平冤狱 房子出现冤假错案 廷位正 廷位监 廷位平 都算是廷位手下 地位比较高的官职 除此之外呢 廷位还有很多 地位更低的书官 廷位通过履行 他的各种职责 巩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治文明 秦的各项法律 有了也廷位 才得到真正的实施和贯彻 所以说 正是廷位帮助秦始皇 成绩了他的法治梦想 文官永的发现 让我感触到 秦始皇灵的陪葬坑 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 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作为廷位机构的代表 文官永坑 相当于把一套 与法律有关的管理体系 放到了地下 其实秦始皇地区 不仅仅是发现了六号坑 四十多年来 我们陆陆续续发现了 两百多的大小的 不同的陪葬坑 这些陪葬坑 构成了秦始皇灵的 外藏系统 那么 这些陪葬坑的性质 是不是和六号坑 差不多呢 从这些陪葬坑 我们能看到 灵源有着怎样的 试剂理念 整个外藏系统的试剂 与秦始皇本人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明天借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也欢迎关注 南部副号 一同看讨历史 品度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 难点 再见 到目前为止 考古工作者 在陵园内外 共发现陪葬坑 两百多座 这些形状大小 各不相同的陪葬坑 共同构成了 秦始皇灵的 外藏系统 整个外藏系统 体现了怎样的设计理念 又蕴藏着 哪些秘密 明天的节目里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 为您解读 第十四集 卖藏系统 藏内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